哈喽 大家晚上好 玄幻小说 请我们信 然后今晚再测阿紫问题 看一下子男子女的一些问题 先看一下就是说 说一下今天测什么 测他们的情节过完了吗 然后还有看今年都能完全解封吗 还有看目前子男子女的一些性格 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发生的变化吗 然后来看一下 首先看子女的情节过完了吗 然后子男的情节过完了吗 然后今年会全部解封吗 然后再看这一排是 这个是 这一排是讲子男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排是讲目前子女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先看一下 子女的情节过完了吗 然后第一排啊 这里看到就是 这个保证酒逆位 就是说那某这些情节是过完了 就是 因为正委的话还在犯那些烦恼 或者情节的干扰 然后现在是这个 排逆位了 排逆位了 代表这个 这些劫难 已经过完 就是情节过完了 解脱了那种感觉 宝剑掉下来了吗 对吧 不再困扰了 不再被情节伤害了 是这种感觉 还有这张牌就是说 生非其事 那么看到子女情节 生非其事 另外也就是说 他对 那么感情的一些 这些情节来的 这些感情 然后他也是放下来了 就是说不再去投入那些感情 还有就是 权杖王牌力正位 代表就是他有新的开始了 好就是人生打开新的一个路啊 就所以他开启了新的人生 那么代表这几张牌看下来 子女的情节是结束了 好恭喜子女 然后再看一下 子男的情节过完了吗 好 圣杯式 圣杯式还有个千碧六立位 千碧还有个圣杯八立位 这三张牌就是说 子男一直是对于外界 可能是给予什么缘分呢 他其实是没有特别在意 但是感觉是有三个圣杯在这里 他有三个圣杯 可以去 有这三个圣杯的缘分 可能是有的 但是 他可能是在后面的牌 牌里面表现就觉得 还是选择最好的 正元式比较好的 然后 就觉得 还是想要一个平衡吧 嗯 因为他可能是有缘分 但是他 嗯 对于外界那些 啊 个缘分是有些拒绝 啊 加上他自己可能就是也没有特别的想要去 啊 有多的缘分啊 或者什么的 所以的话他是 嗯 对于一些缘分的事情 他是 这个 感情啊 可能是一种 嗯 不是很在意吧 就是很冷淡的对待吧 有点这个感觉 所以的话 其实有三个圣杯 可能有三个缘分 但是他可能会 抉择他觉得 嗯 还是 嗯 正元是最好的 啊 有点这种感觉 因为圣杯巴 另外也代表着说 他没有再去找 啊 没有去找 那个可能是 那么 给了他缘分的 然后他 可能没有去找 就是 另外的话代表着 没有 没有离开 啊 嗯 然后他自己也是 啊 冷淡的状态 所以 还有 圣杯六 的话 也是说 嗯 没有去选择 或者 啊 去选择什么 多的缘分啊 之类的 所以的话是 选择的 还是 啊 情节 其实就是 第一 他没有特别的 去想去怎么样 所以的话还是想要 一个简单的缘分的那种感觉 所以的话 他还是会选择 子女 啊 正缘这个意思 嗯 嗯 所以的话 这个感觉还是 自然还是比较 啊 你知的一个样子吧 所以话还是选择他正缘啊 正缘子女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话 啊 这里看下来就是说 本来他是 可能是有情节啊 但是他自己在做了一些 选择吧 就是看真正的感情是投在哪里啊 所以话他是选择了 啊 正缘子女啊 那么这个情节的话 啊 之前是有 有缘分 但是 他们又做了一些 抉择 然后还是选择了正缘 正缘子女啊 啊 然后看一下他们今年能解放吗 啊 以示牌啊 以示牌是 自己就是说 独自修行 独自承担很多事情 独自的 做 啊 我各种修炼啊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修行啊 或者是 独自 啊 修行 隐身的这种状态啦 啊 对外界冷淡状态 啊 那么就是 会 啊 来到一个解封啊 有保健是另外的嘛 就是不在 这个 不 啊 不在就是说呆在那里 不动了 所以是通过外界也是会去解封的 有保健嘛 保健牌啊 然後 就说是一种行动吧 行动的话 那就解封 那么又到太阳牌 太阳牌也是 也是 也是一种 就是说成功的 啊 成功的 与原生合一 然后解封啊 然后 嗯 遇见自己的家人 啊 好了 跟正缘一起啊 这 然后一起解封啊 一起在一起啊 之前也是测过他们 其实就是 原生本来就是夫妻嘛 所以的话 太阳牌一出来就是啊 那么自然之女全部都会解封啊 然后太阳也是代表光明的到来啊 所以的话 能量会非常大啊 如太阳般那么的耀眼哈 所以的话 到时候肯定是有一番啊 有一番 惊喜给大家啊 然后 这个就是说 解封完 也就是 他们原生啊 跟肉身的一个解封 合一解封 那么他们就会彼此更多的认识自己了啊 然后就会与高危源头的一些神明相聚 或者他的家人相聚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 嗯 会 非常的 能量十足啊 就是 啊 光 啊 光明的一种光照射了整个地球的那种感觉 然后到时候肯定大家都会知道的那种感觉 因为太阳一照射那么整个地球亮起来 所以的话到时候不要惊讶到 好 所有人 所以的话 嗯 那个会那么 子男子女的解封会成功解封 好 然后 嗯 对于人类也是一个好事 因为是来救世啊 帮人间带到大同的哈 所以的话 会解封 好 他们之前的一个肉身是一种隐身状态的哈 所以话很多人可能是不认识的哈 嗯 也不会去对外炫耀哈 因为越高危的人 他不需要去做一些炫耀 好 他喜欢隐身 因为时间味道啊 好对吧 天使地利人和司机味道露出来 不是为被被被邪幼势力盯着吗 所以话他们是有躺平有隐身也不去对外宣称自己是哈 所以话 更多的是啊 做该做自己该对事 好 是吧 去打自己该打的仗 好 那个保健员说也是 就是说这个人去出征 那么代表也是躺平啊 但躺平的话 其实是原神在出征去做事情 好 嗯 因为肉身跟原神 原神要去做事 肉身会好 身体虚弱 所以说 为什么说之前很多人撤子男士 啊 躺平呢 啊 那这里隐身也是一种就是说 嗯 事情还时间没到 啊 他想隐身起来 躲在这从里里 独自修行 好 所以话就是隐身状态 嗯 对外界是冷淡的 不想去 好 喜欢低调的对外出事 所以话他们只会 按照肉 原来肉身的那个状态就是 好隐身一个躺平 好 然后最后解封 那么大家就会知道了 那太阳照射全部的地球 那么大家都会看到太阳 所以话啊 今年会解封 那么目前看一下 直男的 目前的性格是什么样子 还要看一下 子女目前的性格是什么样子 这一排是直男的一个性格 三章 好 它是一个狮子做元素 狮子做元素 火 然后这个有火 好火元素 然后是 嗯 这个世界排是一个土元素 好 其实直男的话能量是还算比较平衡的 好 因为啊 世界排啊 世界排的话是土元素化 它那么它其实是已经 嗯 到了今年就是一个顶峰状态 那么就是到了 最后完成任务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的能量也是 嗯 所以说话是一种成熟 啊 非常成熟的状态 所以它性格 火元素化也是代表它需要去啊 增战 然后也是用来增战的一个元素 狮子做元素 然后又是全战五啊 那么全战五另外就是说 他现在的性格也是比较嗯 一种解脱的嗯 解 混乱状态结束了 所以它的能量都是完整了 然后有狮子做的能量 就是一个好 向外也是一种霸气的 但是他也有旁边是一位女士 那么代表他性格也有阴柔的一面 所以阴柔加霸气啊 他性格现在是这种状态 好这种状态 可能代表他嗯 在嗯 生活中有两种 最少有两种性格的一个显示 然后也是一种啊 也是会放松的一个状态啊 因为这个女生在就是当他完成任务 他当他就是做完战 那么他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可以休闲一下 所以话生活 工作两不悟 生活 战争两不悟啊 所以话 嗯 可能很多人以为是文化 其实不是文化 是来征战的哈 因为喜恶势力太厉害了 而且 源头 源头的黑暗是非常厉害的啊 然后再到小世界的一些黑暗 好他们是 因为这个世界整个是一个沉住坏空的阶段 所以话必须要做清理 做清理就要啊 啊 杀伐之气就会来了 所以话没办法 也是为了人类的一个大同爱来好 救一下鸟人啊 那些善人还是值得救的哈 要不然的话像前几个文明直接就啊 一个水哈 啊 整个地球一个水就结束了哈 但是没有 好还是想救一些人的哈 因为这一次决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 好 然后 嗯 所以话 此乃是 啊 活土元素重一点哈 然后嗯 稳重加上霸气 加上阴柔都有哈 还有是 嗯 非常的 稳重的状态啊 然后 嗯 也会休闲放松的一种状态 好 而且今年是走到了解封的阶段那么就是 啊 能量也更 更强大了 然后是 可以 解决很多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有了 然后 世界派也是 也是代表就是说 它已经 其实它的阴阳现在已经算平衡了 因为世界派啊 是一个啊 最有最有状态最有 呃 能力啊 魅力的一个状态吧 这整个是一个啊 高频的能量的状态 然后是能 很有能力 能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状态 然后 嗯 啊 比较完整的这种阴阳的 和谐的一个平衡的人的一个状态 所以话能量也是非常高 啊 还有八起的啊 日柔的哈 那么看一下子女状态是一个 啊 行星牌 行星牌的话是一种 风元素 然后再加上 剩钱币3 它的目前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还有加上钱币9 目前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钱币啊 一个元素是风 加上土元素 风元素是一种就是啊 思维 思维比较跳跃 天马行空啊 水瓶座元素在这里啊 人道主义者啊 有爱 有大爱的那种 他的爱是一种啊 广袤的 然后宽敞的啊 嗯 没有限制性思想的一个人啊 水瓶座是这样的 而且是具备创新改革了一种能量 然后嗯 又同时是人道主义喜欢去啊 可以去疗愈到很多人的一种状态 然后它是带着器材的能量 那么整个啊 是能疗愈大家的 而且是啊 星星牌的话是啊 水瓶座 星星牌是也对应了一个指卫星的状态啊 所以说 这个小世界的话 可能指卫星女士 有很多的事情也要需要做的 可能她会 做一些传法 好把源头的一些啊 道法给传到人间来 所以说 子女士来 好 嗯 慈悲众生 然后来传道 传法 然后众生能够好好的 在地球上生活的一种状态啊 嗯 然后她是啊 纯净的一个灵魂 好 因为白衣服的话 代表是光明 光明纯净 好 无瑕的一个灵魂 所以的话 她应该说 星星牌啊 也是 好 很有能量的啊 她是已经是修到 就是说 好 没有什么贪嗔之慢疑 好 然后是 嗯 非常干净的一个灵魂 然后 嗯 她能 她能用自己的能量去疗愈别人啊 就是有这种状态 而且是一位啊 白色衣服的女生啊 所以话 也可能可以疗愈到这个世界啊 所以子女未来可能更多是在 好 救人类众生的一种能量 然后是嗯 让众生是一种白色纯净光的能量啊 紫色白色七彩的能量都有啊 七彩也代表她是一个创新革新的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石板的啊 古板的一个人 所以话她是可以来让人类啊 有更多的行为 水平就是有革新啊 做自己的状态 也是未来风向时代大家都会啊 嗯 有个性一点的状态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回自己啊 当你做回自己 当你没有那么多贪嗔吃麦鱼的时候 你的能量才会发挥到最大 人类才能 可以啊 深深深深不息的发展 好 不需要去借外界的啊 贪嗔吃麦鱼去做很多贪婪的事情 才能成功 还是做回自己 你就有金钱来 你就能量来 你最后也会能到达这个像 啊 子女这样的仙女的这种能量状态啊 然后 好 子女啊 她是啊 风源树比较重的一个人啊 因为水瓶座在这里啊 因为主牌就是水瓶座 所以风源树比较重的人啊 是啊 很灵活的 很创新的啊 也喜欢改革的啊 然后 具有慈悲仁慈的一面啊 然后 子女的话 还有就与人合作了一面 嗯 好 她有很多想法 可以去设计很多 好 设计很多的一些啊 啊 新的点子啊 什么的 所以她也善于跟别人合作的啊 说明她性格不是一个超级类像的一个人 好 目前的性格啊 能够与他人合作好好的去研究很多东西 创一些 创一些新的想法出来 好 对对人有帮助的一些事情好 可以 嗯 重建很多东西的那种性格啊 所以的话 革新派嘛 好 然后 前壁酒也代表子女性性格是比较 嗯 到达一个酒元素就 啊 酒的一个能量化 啊 她其实她是很独立的啊 独立的一个人 然后嗯 她的思想 她的精神都是不是匮乏的 是一种 酒的话是大的牌啊 大的大的一个数字 大酒啊 都是一个很成熟的状态了 然后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啊 有自己的休闲方式啊 有自己的能量是非常满的啊 然后又具备这个物质加精神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平衡 所以的话她是比较算是一个完整的能量的一个人啊 她不是光精神的而且是物质也能同时一起啊平衡的一个人 所以的话她是比较啊实际又有又有很多想象力的一个人思维比较广阔啊 无限制啊 所以的话子女性格目前是这样的啊 那么也要看她们解封后未来的 语言神合一后的性格会是什么样子的啊 目前看就是这样的他们的一个性格啊 希望子男子女都能啊 快点解封然后 嗯 语言神最大的能量合一 然后解封 然后啊来帮助人类一起走入这个最美好的大同世界 然后希望每个人啊也放下贪嗔痴慢疑 然后速速觉醒 然后把自己的能量修出来啊 修成高频的样啊 不要去贪嗔痴慢疑 要活得大到自己啊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需要灵活的啊 不需要去跟更多人学习啊 因为人间已经很乱啊 巴西人里面乱七八糟投胎了 来凑数了 所以的话希望每个人都能把自己自我的能量修出来啊 你就是自己的造物主啊 不需要很多人来救啊 自己救自己啊 放下屠刀啊自己对吧 就能成佛 然后这个就说到这里吧 哈 我们变成了一个阶段 然后再分架 走在这个阶段 走在不处 走在这儿